D06特殊造型实体 这一题我们来看一下图形 这是等角式图 这是前式上式右侧式图 那我们从右侧式图画起 来这边我们选择深藏填料 选择右基准面 点线 我们开始画图 来垂直 水平 垂直 水平 垂直 然后呢 这边不要点到终点 从这里 连到这里 然后这边把它转成建构线 来选这一条跟这一个点 好我们这边要选择重合共点 然后呢接下来给尺寸 尺寸这边这里是93 这里是99 然后这里是63 好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距离是24 好 然后完成之后呢 直接确定 好 然后这边我们给两侧对称 然后距离是给160 好确定 好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两个这两个部分除掉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平面 平行这一条线 好所以这一条线我们可以用123点来处理就好 好来集合参考 基准面啊通过这一点 通过这一点 跟通过这一点确定 好然后呢 深藏除料 选这一条线 好然后点线 选第一点 然后这一条线的终点 然后这一个角落的点 好然后回来 这一个点 好确定 然后呢 这边确定 好 那我们这边除料 方向这边要给的是某一个面 到平面一确定 这样就可以了 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除掉这两个部分 来一样深藏除料 选这一个面 好 然后呢 点线 来这边 从这里画一条水平线 连到这一条线 下来 连到这一条线 好 水平过来 连回来 好 然后呢 这边 我们要做一个投影 那在深藏填料炒图1 这边要显示 我们要投影这一个点 所以用参考图源 点这一个点 确定 好 然后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 这一条线 跟这一个点 要做重合共点 好 这一条线 跟这一个点 也要做重合共点 好 来 我们把平面转正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尺寸 好 来 第一个 这边 这边 我们给多少 28 好 这里 然后这一个 这一点 到这一点 我们给26 然后这一点 到这个点 我们给52 这一个点 这一个点 到这个边 我们给28 好 确定 好 然后这时候 我们要移除的面 是这一个 跟这一个范围 然后到某一个面 到平面1 确定 好 然后做完之后 第一个把平面1 隐藏 然后把刚才的草图1 也隐藏 好 然后呢 它的SY 是在这里 好 来 好 这边选择坐标系统 00点 改这里 S是在这里 S要相反 Y呢 Y在这里 好 确定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的部分 第一个 表面积 评估 物质特性 表面积是73385.1149 第二个 Z轴 35.0725 OK 好 来 第三个要改变尺寸 来 我们回来 在草图1 正式于右键 编辑草图 来 这边 来 93D2 要改成95 好 99 要改成100 好 然后 D324 要改25 D463 要改65 好 确定 Ctrl 7 回来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问我们体积 体积为1065904.7619 好 然后A到B 还有C到D的距离为何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A到B A到B是这个C到D 好 来测量 好 好 A到B 好 你可以点这一条线啊 他这边就可以了 95.5863 好 那你当然可以选这两点也可以啦 好 OK 好 C到D 好 那我们选这一条线 好 是87.0018 OK 好 来 那这边 就是106体的部分